吼 雕虫小技 骷髅舵主一声冷笑 左手武动令牌 右手挥动古边 一手镇压其余诸人 一边迎战秦晨 啪的一声 秦晨这一击剑光 未能足以重伤七击三重武王 却被骷髅舵主挥边之间轻易化解了 面对这么多高手 骷髅舵主虽惊不乱 神色冷漠淡定深邃 身上气息浑厚威鹅 真缘流动之间 仿佛引动天敌之威 在奥义方面 远超李玄机等 一种七击三重巅峰的武王 此人至少也是 八级武王级别以上的存在 否则 不可能以这等修为 释放出这般的威能 初不估计 骷髅舵主此时实力 仅仅是自身原本实力 十分之一二 甚至还不到 秦晨何等眼光 乍一脚手 瞬间动心了 骷髅舵主的可怕 更为可怕的 还是骷髅舵主的灵魂渭压 甚至比起他来 丝毫不弱 而且能感受出 骷髅舵主灵魂 处于虚弱的状态 否则 绝对远远凌驾 在他秦晨之上 并且呢 在对方的灵魂渭压中 有一股极为可怕的 阴冷之力 这等高手绝不可能是 百招之地能培养出来的 极大可能 就是远古的一魔族高手 不过他的身躯 却是人类的身躯 莫非 他是夺舍的人类武王 秦晨心头思寸 眼神冷漠 深思之间 骷髅舵主手中的令牌 加大舞动 无数灰色气流 如同触手一般 瞬间缠绕着几个武王 那几个武王一声惨叫 浑身气血瞬间消失了 化作了干尸 一丝丝气血之力流准 而后伴随着灰色气流 融入到骷髅舵主体内 肉眼可见 骷髅舵主身上的血气 略微长了一分 出手威力 也更可怕了 不行 此人在吸收我等气血之力 必须尽快将其击败 否则此消彼长 会更加麻烦 秦晨身形 末的后退 手中出现一枚古朴的镜子 真缘催动之下 镜子中瞬间射出了一股 纯正的圣洁力量 席绝向骷髅舵主 正是在黑死沼泽得到的 离看圣镜 这个离看圣镜呢 对于阴邪之物 有奇效啊 乃是专门克制阴暗力量的 而黑死沼泽跟天魔秘境 其实同出一缘 定然也有奇效 同时 秦晨没清楚 破尽只眼睁开 宛若一个无尽的深渊 蔓延出恐怖的精神冲击 瞬间爆射出去 离看圣镜和精神攻击 同时施展 如此强大的精神力 直追巴结五皇 此次怎么这么可怕 难怪会是被植入 金色寄生种子的人 两大攻击袭来 骷髅舵主骤然变色 他心神压抑不安 若是巅峰时期 他自然能无视这等攻击 但自从千年前苏醒 他夺使了一名人类武王之后 千年来 他一直切合自己的灵魂 与七体间的关联 如今的他 虽然开始重塑肉身了 但依旧处于极为衰弱 远不如巅峰时刻呀 此时 秦晨发动的攻击 使他突破之后 第一次全力出手 扑的一声 两道攻击一前一后 先后降临骷髅舵主的身躯 骷髅舵主一声闷哼 全身被恐怖的白光笼罩 发出了扑扑的灼烧之声 甚至有倒倒黑烟冒出来 刚刚凝聚的肉身之上 拙痕斑斑 狼狈不堪 更可怕的 还是秦晨的精神攻击 修为突破 秦晨的精神力 自然也随之突破了 并且 灵魂力量也得到了提升 这一击精神风暴中 同样蕴含着 幻进囚龙的迷惑之力 还有可怕的灵魂冲击 直接震荡于 骷髅舵主的灵魂层面 给予了一定伤害 扑的一声 骷髅舵主尸神之间 下方灰色气流 顿时被李玄姬等人撕裂 露出了窝口 血魔教于你 受死 大唐王朝李玄姬 龙元王朝赛洛川 原地王朝吴臣氏 大勇王朝 陪东行四人 同时从灰舞中杀出 暴力而起的真元 宛若鸿光 直冲向骷髅舵主 四大老祖从下而起 与天空中镇压骷髅舵主的秦晨 形成了上下夹击之势 局势在瞬间逆转了 骷髅舵主一声怒吓 浑身涌动一层灰黑色的光流 这光流阴冷 带着邪恶之力 勉强把秦晨的灵魂和精神 双重攻击抵挡住了 然而 来自灵魂层面的攻击 不可能那么快速地恢复 不等他完全清醒 头顶上 秦晨身形如电 由雷光萦绕全身 化作雷龙席卷而来 第二道攻击 已经酝酿而成了 电光毒龙 渗蓝的雷光 化为一头咆哮怒龙 足有大腿粗细 怒吼间 从天而降 降临于骷髅舵主的身躯上 骷髅舵主被灵魂冲击攻击之后 又陷入雷电天阀 身躯和灵魂再度受到冲击 受到伤害了 血脉之力十分特殊 一般剑法只属于物理攻击 但雷电剑法却是物理和精神双重攻击 而且精神力越强 威力也越可怕 更何况秦晨施展剑法的同时 还催动了御剑术 威力更强了 以秦晨如今的修为 剑术 血脉 御剑术 三大绝技施展之下 足以斩杀一般的七阶三重武王 七阶三重巅峰的武王呢 也未必能抵挡 不过这个骷髅舵主 毕竟是远古异魔族强者 灵魂强度堪比半部武皇强者 肉身防御也是非同一般的武王能比的 硬汉这一击之后 骷髅舵主浑身刺痛 仿佛身处炼狱 浑身都被灼烧 发出了扑扑之声 刚刚凝聚的血肉也开始枯萎 腐蚀 但是呢 好像并未遭受致命的打击 不愧是远古异魔族的强者 秦晨并不意外 这一集他并未抱着斩杀对方的念头 毕竟这等强者 岂是这般容易能被斩杀的 如果是这样 也不会在这天魔秘境存活到现在了 他的目的只是限制骷髅舵主 令其无法进行争夺 同时呢 若能给他带来一定的伤害 这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便是李轩姬等人联手攻击了 秦晨的攻击把骷髅舵主身形限制了 给予了李轩姬等人绝佳的出手机会 刹那之间 几大顶尖武王攻击如同流星坠月 瞬间绽放于骷髅舵主的身上 你们这群该死的人族蝼蚁 骷髅舵主怒吼 周身涌动着灰褐色浓雾 但是呢 却被可怕的攻击瞬间撕裂 轰的是七零八落 那灰色的浓雾顿时变得暗淡了 身上重新凝聚的肌肉也被撕裂了 斩出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其中 赛洛川老祖的黑色战刀 更是如同骄龙初弹 逆势而上 瞬间劈开了骷髅舵主身上的血肉 斩在他漆黑幽冷的骨骼上 只听得金铁骄割之声响起 有火光绽放 但是呢 仅仅是在黑色骷髅上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什么 赛洛川等老祖漠然变色 骷髅舵主的防御 比想得可怕呀 居然硬扛他们数人的强势一劫 可恶 你们惹怒我了 骷髅舵主一声怒吼 轰的一声 周身爆出可怕的黑色气焰 如同喷勃的火山 带着一股可怕的幽冷灵魂意志 瞬间席卷而去 快退呀 别硬扛 李玄机老祖几人怒吼 身形暴退 被无形的灵魂冲击席卷 身上衣袍纷红爆碎 露出了内甲 同时 他们脸色发白 甚至嘴角溢出了鲜血 下方 一些靠得近的七阶中期五王 被这黑色冲击卷重 身上皮肤顿时如同波浪一般起伏 下一刻 他们眼珠子瞪大 整个人瞬间爆碎 化为了漫天血雨 大量的气血 如同龙卷一般冲天而起 最后 融入了骷髅舵主身体 让他体表的灰色雾气 变得愈发幽冷 更是隐隐透着血色 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所有七阶中期巅峰以下的五王 全部后退数百米 不得靠近 李玄机老祖冷喝 神色惊怒 光这一下 又有数名五王陨落了 反观骷髅舵主 刚刚有些衰弱的气息 马上好像回血了一样 不减反增 这让他们怎么打呀 下方那些七阶中期五王 同样是脸色难看 灭露惊恐 身性纷纷地后退 他们这群人呢 在百朝之地 都是各个王朝的老祖 盖世巨头一般存在 但在这骷髅舵主面前 脆弱得不堪一击呀 只能算是炮灰 养分 凭你们也想杀本座 耻心妄想 骷髅舵主放声大笑 气焰嚣张 如同魔神一般傲礼于半空 姿态狂放 镇压一切的气息 让所有人都骇然了 面露惊怒 心头巨震 同时浮现出一丝恐怖的阴影 别自夸了 不过徒有其表 外强中干 秦晨一声冷笑 破镜之眼流转之间 清晰地看见 这一层气眼和血血 只是萦绕于骷髅舵主的体表 并未完全融入他身体 成为他真正的力量 也就是说呢 这短暂时间吸收气血 虽然能让骷髅舵主力量短暂提升 但绝不是真正的彻底蜕变 受伤的本质呢 依旧不曾改变 冷笑之中 秦晨催动翻天夜 如小山般巍峨的巨大黑夜 瞬间盖落而下 哼 骷髅舵主冷横 右手抬起 刷 白色谷边如燃烧黑夜的怒龙 瞬间缠绕向黑色大印 咚的一声 白色谷边蕴含莫测的神威 竟然把小山一般的黑色大印 抽得倒飞出去 发出了惊天的轰鸣 但就在这时 刷 秦晨身前的离看圣镜 抓住一颗的剑系 搜地爆出一刀刺目的白色圣光 扑 白色圣光轰在骷髅舵主手腕处 咔的一声 手腕处顿时传来骨骼碎裂的声音 同时 扑扑的黑色烟气冒起 骨骼显露 被灼烧出斑斑焦痕 在这白色圣光轰击之下 骷髅舵主拿捏不稳 手中白色谷边瞬间抛飞而出 飞向了半空 攻他骨骼关节 下方李玄机等人见状瞬间领悟了 这个骷髅舵主的身躯呢 虽然强横 能抵挡他们 七阶三重巅峰五王的攻击 但也不是没破绽的 失去了血肉防护 骷髅舵主的骨骼关节 比一般的人类其实脆弱不少 他的骨骼关节呀 也是他全身最薄弱的地方 特别是一些 类似手腕啊 脚腕啊 这些地方更是脆弱了 这些个破绽 他们未必能看出 但在秦晨破锦之眼下 无所遁形 开死的家伙 骷髅舵主怒吓一声 手腕抖动 五指齐章 顿时由五道黑光 从手指间暴视而出 化为一股恐怖的灰色雾气 笼罩住被抛飞的骨鞭 朝他手掌吸唇而来 同时 咔咔的声音响起 原本出现裂纹的手腕处 瞬间弥合了 和手臂骨骼间的裂弃 也快速消灭着 他心中冷笑 他的骨骼关节 是比一些地方要脆弱一点 但以他秘法悄然催动肩 断去的骨骼关节 瞬间就能痊愈 这只能算是 不是破绽的破绽吧 刷 眼看白色骨鞭即将落入 骷髅舵主手中 突然 虚空中黑影一闪 先前也不知去哪的大黑猫突然出现 把白色骨鞭给掠走了 你 骷髅舵主一正 嘴角的冷笑凝固了 眼眶中火焰燃烧 惊怒交加 熟 恐怖的犀利猛的暴增 白色的骨鞭竟然自主扭动 咔咔咔 朝着大黑猫抄打而下 同时 抖动之间再度朝骷髅舵主飞去